《胡歌记仙剑之后再演仙侠剧,五大女主我最喜欢子玲仙子》 《胡歌记仙剑之后再演仙侠剧,五大女主我最喜欢子玲仙子》 《仙剑奇侠传》系列成为了胡歌经典的迎评之作,自此之后再无人可以超越胡歌李逍遥的洒脱,近日在网上又看到了胡歌将再次的出演仙侠剧《凡人修仙传》中的韩丽一角,对于喜欢胡歌和这部小说的网友来说可以过足言引了,而这部电影更是众星云集,女主美男主郡,魏波已先火。 陈巧倩对韩丽优异,但却未能如愿,一段好姻缘就此错过,这个痴情的女孩则是由陈巧恩来誓言,看到这个角色的人物很容易会想到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,一样的敢爱敢恨,一样的为了自己心爱之人放弃了所有。 Anjala Baby,你们猜到她饰演的谁吗?看过小说的网友们还记得重情重义的原谣吗?Anjala Baby就是饰演这个角色,也是这部电影中戏分很多的人物,与胡歌饰演了韩丽相识相助,却为了好姐妹修了轨道。 慕佩玲,掌管要原聪慧可爱,但是却遭家族将她许配给一个不喜欢的人,直到遇到韩丽甘愿跟随她,这个可爱的慕佩玲则是由关小彤来饰演。 关小彤和小彤和小说中的人物气质都很像,古装也很耐看,尤其是关小彤自带的人气相信和胡歌在一起组CP一定很搭。 南宫晚,韩丽第一个喜欢上的人,可因实力相差太多被看不上,多年之后韩丽学成归来两人成婚,这个剧中的主角人物则是由近日人气不在的李小璐主演,不知会不会因为她的原因是的这部剧被吐槽,不过也许这部剧也会成为李小璐的翻身之作, 能否再次收获人气就看她的演技了? 剧中的第一梅子林仙子则是由比利热巴来饰演,有着不时人间烟火的容颜却实力不行,多次找到韩丽帮助她,自带抑郁风采的胖迪很适合这个人物,容颜美而且聪明伶俐, 当然还有很多明星大咖,张翰饰演的丽菲宇,贾青饰演的银月等等,网友们这五大女主你最喜欢谁呢? 那么 网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